捧车少年之校舍的秘密 第七章 爷爷的电话 和奥登先生的初次见面 钱贩子倒是一点都不怯场 我叫弗莱·维尔利 很乐意为您效劳 分顿 还不介绍一下你的朋友 我是钱币商人 也偶尔收收古董 您叫我弗莱就好了 奥登先生点了点头 你好 维尔利先生 你是收购硬币的 是的 先生 告诉你吧 这座岛上的人什么都要收藏 从来不会扔掉 这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真的 奥登先生问道 那他们会把东西卖给你吗 那当然 他们收藏了好多股币 估计是从曾祖父辈传下来的 就因为我花10美元买了梅25分币 他们都很信任我 10美元花25美分 谁会不乐意呢 奥登先生本想回答我就不乐意 但并没有说出口 只是继续喝起了咖啡 弗莱先生看了看奥登先生的表链 问道 我可以看看表链上的那枚股币吗 您知道这个值多少钱吗 依我看 爷爷答道 可能值不了几个钱 说得太对了 弗莱先生说 就是因为上面有洞 就变得不值钱了 要不是哪个白痴打了个洞在上面 这东西 起码得值250美元 绝对不骗您 这东西很少见 奥登先生说道 我知道 所以我才把它穿在了表链上 我就是那个在上面打洞的白痴 不好意思 弗莱先生眨了眨眼 我并不是存心伤害您的 对了 您身上还有硬币吗 我只要看一眼 就知道值多少钱 奥登先生把兜里的钱全都套出来 放在了柜台上 弗莱十分迅速地把硬币挨个翻了一遍 看了看日期 哎 他摇了摇头 这些都不行 看看这个呢 奥登先生说着 从背心的口袋里 掏出一枚一脚钱的古币 弗莱接过来看了一眼 便而地叫了一声 马上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 放在硬币上观察起来 最后 他抬起头 缓缓说道 吴明氏先生 您这枚硬币可真是少见呢 我出一百美元 现金 奥登先生再次摇了摇头 忘了告诉您 这东西我是不会卖的 只想知道值多少钱而已 可您现在已经知道了呀 弗莱说道 您真的不想卖 真的不想 奥登先生说 弗莱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 继续游说道 我会给他找个好买家的 比如大学啊 博物馆啊 还有酷爱硬币的收藏家 奥登先生再次拒绝了他 低头看了看手表 弗莱先生凑到近前 压低声音道 吴明氏先生 我看你这人还不错 就跟你说了吧 你这块表已经很旧了 我又恰好收藏这种东西 我用一块很精美的现代表跟你换 怎么样 我敢说 你这表肯定已经不准时了吧 一分一秒都不差 奥登先生说 我既不想卖 也不想换 好吧 弗莱先生愉快地说道 或许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随时都会恭候的 说完 他眨了眨眼 走出了商店 爷爷望着门外 弗莱远去的身影 说道 但愿他不会上山 骚扰格雷女士 去他那买东西 不会的 芬顿先生说道 他连门都进不去 女仆爱娃钉得很紧 绝对不会让他进的 这样就好 爷爷放心了 对了 那位格雷女士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芬顿先生说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都快赶上隐室了 我只知道 他几乎从不走出那栋房子 可他却同意岛上的孩子使用教室 这说明 他很在乎孩子们 估计是的 芬顿先生说 对了 还有件事呢 看到我商店旁边的白色小屋了吗 那是格雷家的图书馆 格雷女士的爷爷是图书收藏家 因此 格雷专门建了个图书馆 把爷爷的藏书放进去 宫岛上 对人看 不过 去图书馆的人很少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那些书很无聊 芬顿先生说 都是过了时的旧书 字体又小又细 也没人读得懂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奥登先生问道 走进去的呀 芬顿先生大笑起来 那的门从来不锁 以前倒是有个女孩 每逢周六就去图书馆值班 不过没什么可守的 根本没人去 他只是哭坐着 因此之后 他再也没去过 现在 那个图书馆 差不多算空城了 奥登先生感到有些惊奇 岛上的人竟然没有听说过格雷女士 他们居然不知道 她是个非常知名的作家 在来小岛之前 爷爷就读过了她的所有作品 他还知道 格雷女士资助了全国各地很多所学校 可谓远近闻名 真是太可惜了 奥登先生说 那里可能都是些好书呢 接着 他画了个话题 问芬顿先生 你觉得芙莱这人怎么样 我不太喜欢他 芬顿先生立刻回答 他或许真是货币商人 或许是假冒的 反正我信不过他 为什么岛上渔民这么信任他 奥登先生问道 这还不容易 他花十美元 从莫斯先生那里买了梅二十五分币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提醒过大家 不过没人愿意听 看来 我得到格雷女士家走一趟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进得了门 爷爷说道 肯定没问题 芬顿先生说 爱娃很懂事 一定会让您进去的 奥登先生点了点头 不过我得先给朋友打个电话 借用下你的电话可以吗 商店门边的墙上 就挂着一部电话 尽管用好了 芬顿先生说 我马上要出去一趟 奥登先生的电话 并没有打很久 不过他似乎很开心 放下电话后 他沿着山路来到了庄园 摘下帽子 按响了门铃 爱娃从窗帘的缝隙里 看到了奥登先生 一眼就认出他来 他打开门 问道 您是奥登先生吧 格雷女士正等着您呢 奥登先生跟随爱娃走进了客厅 奥登先生来了 爱娃通报道 格雷女士背对着门口 坐在桌旁 文言 他只转过身来说了句 请坐吧 爷爷拉过一把椅子 坐在了格雷女士身边 你对我的孩子们十分关照 我想专程过来谢谢你 不过我不能待太久 不然孩子们该担心了 在我离开之前 想告诉你件事 一个很奇怪的货币商人来了 正在岛上四处转悠 格雷女士把铅笔啪的一声 拍在了桌子上 狠狠地说道 福来 维尔利 原来你知道他叫什么 我只是来报个信而已 据我估计 他这次打算 从岛上的居民手里 狠狠扎上一笔 然后就会消失 两人沉默了一阵 之后便听见格雷女士说 非常感谢